没有一个女生会拒绝美丽的鲜花 我也不例外 可惜我的老公是一个完全不浪漫的摩羯座男 女人就要懂得自己谈爱自己 你们说是不是 她不给我买花 那我就自己给自己买 老板买花啦 你买花要买给谁啊 我要买花送给我自己 大家好 欢迎收看ABC留学移民生活频道 我是Daisy 今天Daisy要带你们走进花的世界 来走进一位在澳洲 开花店的华人老移民的生活 来听听她和花的情缘 这个花店是我来了澳洲之后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上 看到人家有出售花店 花店是我比较喜欢的 然后就把它买下来 这是25年前的事情 我叫Jack 大家都叫我Uncle Jack 然后呢我是1989年底来墨尔本的 来墨尔本以前是在中国科学院 上海封院的眼睛医学所 当时从事的行业是物理化学 就是研究那个Superconduct的研究 我们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是搞一些学生会 所以我们其实接触到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 还是接触了比较早的 所以对国外一些文化 我来这边我觉得我蛮能接受的 当时我是申请了美国奖学金 但是被拒签了 然后综合澳洲有这个机会 然后就都来了澳洲 那您刚来澳洲的时候 您刚开始是做什么呢 我刚来澳洲的时候 其实在Lachterbo读书 第一是读语言英文 然后读完语言之后 我是报了一个computing的course 就是一个diploma的course 读了两年 因为当时从国内来的人 就是家里没什么钱 然后在这边呢 要付学费 要付生活费 就是压力很大 等于是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 是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的 我是一开始三个月没打工 我就在三个月里面 把我的英文关过了 然后就是打工 一边读书一边打工 就刚来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比较寂寞 因为你本身是个很活跃的人 然后跑到国外 没有能支持你 你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 会觉得有些寂寞 但是很快就过了这个关 什么契机让你进入开花店这样 我觉得我很喜欢花 因为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里面花是很多的 花是作为生活必需品 然后我就觉得花店很适合我 很想要一个花店 我就把这个花店买下来了 买下来的时候 它的生意其实并不好 我经营之后就持续把它 就是音乐时间延长 然后就是make sure 这个花很新鲜 因为在犹太人区 这边的人用花的量很大 所以就生意越做越好 就这样 我比较喜欢中国文化 所以我很早以前就开始做收藏 一开始的收藏就是以瓷器为主 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 我非常喜欢葡萄酒 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盛产新世界葡萄酒的地方 所以一开始就喝了很多新世界的酒 葡萄酒对我来说像我生命一样 很重要的就是 然后慢慢通过喝葡萄酒 慢慢收藏葡萄酒 鲜花和红酒其实有一个共性 让你很愉悦 花让你看在眼里 你会觉得很愉悦很开心 但是酒喝在嘴里会让你很舒服很放松 那您之前是有学习过关于花的这种艺术建设 对我专门去学了一下 当时是在Holmes Glen 它有一个三个月的一个short term的course 我去学了certificate 3 所以通过这个系统的学习 就知道这个花比如英文叫什么名字 它的花的花性是什么 我觉得学习是蛮重要的 花艺课程的男性应该也会多是吧 那我想安可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另外的 是是是 很多人认为我是gay 因为觉得就是做花店的男的一般都是gay比较多 但是我不是 就是当时爱花 对对对对 那那个安可可不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 每天工作的一个流程 我们这种花店就是需要时间比较长 还有就是牵扯到早晨要去进鲜花 为什么要自己去这种批发市场去自己进呢 因为你有挑选你可以看哪种花是比较新鲜 它可以时间比较长 因为你如果是比较懒惰的人 你不去进这个花的话 他们很多人会帮你送一些不是太新鲜的花给你 如果我进花的时候 我会早晨四点半起床 然后去开这个大车 去进花进完花回到花店的时候差不多八点 那您早上是去哪里进花 墨尔本有一个花市场 就是批发市场是在 Apping 以前在Foodsbury Apping就是离开市中心大概36公里的地方 所以早晨我从家里开车过去 差不多要开40分钟 也40公里左右 花集市其实它晚上12点就开始开门了 然后很多就是grower还有这种做批发的 他们就很早就去那边 因为他们有很多订单 就是从事花的行业 从事很久的人 我们一般都是先打电话 把我们的需要的花订好 然后早晨去就去pick up pick up完了之后 大家就坐在一起喝喝咖啡 说说话那种 还是蛮好 那我们都知道鲜花的寿命是非常短暂的 那你平常您就是怎么保鲜 保鲜呢是有专门一些保鲜的方式 一般来说就是如果一个花瓶里面 你装三四分之三的水 然后呢你就可以放一个teethpone的sugar 一个teethpone的white vinegar 然后在half teaspoon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bleach就是white king 这样呢就起到一个保鲜作用 是比较大的花店 就像我们这种花店 就是后面一定要有个封房 所以我们进的 比如今天进的花 有很大一批就放在封房里面 就是因为怕它不新鲜 封房的温度呢一般是五到十度 然后里面是全部是暗的 所以一般一个花放在封房里面 它可以保存 如果新手要开花店 我对它建议是第一你要想清楚 其实开花店不是为了赚大钱 因为它没有什么大钱可以去赚 你一定要喜欢这个行业 要喜欢花 第二你要吃得起苦 因为做花店其实是蛮苦的 大多的时候你做arrangement 你是站着的 你不是说我坐着我就可以做事情 像这种样子规模的花店 一般正常的收入是在六万到十二万之间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花店 如果你是从零开始的话 第一你肯定要装一个封房 那个封房可能就是一万以上吧 然后里面的setup啊什么 差不多一个花店要开一下的话 也要十万左右 看你装修达到什么样子的高度 最主要还是装修封房 那么计算机系统 这肯定需要的 然后就是花了 花的stock肯定是你支出最大的 因为你的营额最主要的来源就是花嘛 对吧 但是就是说你的其他的支出 就像房租蛮贵的 就好多区的房租就特别贵 你做这种花店的人群 你要掌握好 你不能就是说我制作华人生意 然后把自己的价格调得很高 你还是要做local的生意 澳大利亚呢有flower market authority 花式啊水果批发市场里面的这些质量的东西 如果你碰到什么很多问题 你可以去找他们 这个花店让人家看得到 你就是门口都要display一些花或者植物 whatever it is 但是你要display这个东西的话 你一定要从local console那边去拿个permit 那你对花的这个定价啊 有没有一个就是一个收费标准 一般收费标准呢 在澳大利亚做零售呢 它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就是说你一把玫瑰花 今天我进来10块钱 那么我一般就是零售价 应该是10乘2.2 那么就是你的零售就是22块 为什么有这个R呢 因为澳大利亚有个GST 所以你一定要沉进去把这个GST给交给政府 还有就是要就是very honesty 就是说你对客人要要给他们说 就是真实的事情 要讲真话 就是说如果说这把花 他想要买这把花 这个花其实你觉得不太新鲜 或者不太适合 一定要跟他们说 这个花有点不是太适合 就是这也蛮重要的 哎呦我忙死了 Saturday afternoon I'll be fine No trouble So you definitely will get the gold or you're not sure I think it differently because all the stock levels pretty high after after the COVID release And Alec I'll give you a call I'll call your number anyway Beautiful thank you for that I'll wait for your call and then I'll let Adrian and otherwise I'll pick up the red on Saturday No worries Thank you Mafa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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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客人会提前并花是不是 是是是是 很多客人本身就像成为朋友一样 其实我在这边时间长了25年 我就看人家小孩子十几岁过来买花送给妈妈 送给奶奶 就是外婆外公爷爷奶奶了 然后现在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孩子都有 然后带着孩子过来买花 所以这是我做花店 我觉得这是最最最最让你开心的 让你满足的地方 其实就是 这是呃 local的生意 其实就是应该这样做 嗯 然后大家就是要注意 就是你在这边做生意 你一定要support local 就是你你隔壁有一个pharmacy 你不要去因为 很远的地方有个pharmacy 比他便宜 你不在你隔壁买 你一定要你在隔壁买 因为你这个让人家知道 你们就绑在一起了 support each other 然后人家也会介绍他的朋友 或者介绍他的顾客到你店里来 这是我觉得蛮蛮蛮重要 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华人 你自己一定要看得起自己 如果你不把自己的文化去传播给别人 你人家也不会喜欢你 所以一定要有自爱 有自信 每逢花香落满衣裳 便顿觉轻松舒畅 做个爱花人 闲暇时听听花之语 荣于自然的怀抱 岂不美哉 我爱花却常常浮于表面 而uncle jack爱花 是把对花的热爱 化成对实现梦想不懈的努力 人活一世花开一季 人生如花花似梦 而uncle jack通过花在海外的他乡 实现了自己的梦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澳洲的生活与资讯 请继续关注ABC留学移民 如果你也是在澳洲的海外华人 想要和大家来分享你的经历或故事的话 请私信或留言我们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